恩濤先生的著作 被一致认为是一种阴谋论的著作 对于普通话百姓 其实比较愿意接受阴谋论的事情 觉得虽然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可以解释 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 学术界、中国的学术界、世界的学术界 都不接受阴谋论 经济学景,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马斯主义 马斯主义其实也在西方的 两边的经济学的两个阵营 基本都不接受阴谋论 我们这里有很多马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在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大经济学流派 都认为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 既然有规律的,那阴谋就不好生存 有阴谋的话,规律就不好生存 但是我觉得这个China就是问题所在的 然后我记得 1991年的时候,我曾经当时有个一篇文章 叫《从价格形成看价值规律》 《从价格形成看价格规律》 我历次的这个价格是个力量较量的产物 没有一个作为社会必要 劳动事件的价值作为它的基础 所以我那个文章提出的这个质疑 实际上对马斯主义的一个质疑 我认为不存在价值规律 存在的是世界上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一个较量 是这种较量占领着各种产品的价格 所以今天这个杨先生送了一本价值论 实际上我说我离价值论的时代已经非常遥远了 我其实根本就抛弃了价值论 我一看完跟你差不多 差不多那就非常好 我可能给你研究 这个当时为什么去质疑这样一个价格规律 这价格规律表述跟杨斯密的看不见手的表述 是一种一致的 都认为有那么一个轴心 偏离这个轴心它自动会回归 所以市场是一种价格的自动军同机制 马克斯拜也会承认这个东西 马克斯后期的著作有点不同的地方 马克斯后期的著作被讲到 怎么样从竞争到垄断 但是我跟马克斯这个意见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认为不是说垄断是后形成的 对不起在竞争初期就有垄断 资源的垄断 技术的垄断 只要有垄断存在 其实竞争就不存在 竞争存在 垄断就不存在 有垄断存在 价值规律就不存在 所以马克斯的这个表述实际上是 对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当中的垄断因素 没有于足够的重视 那么给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当中的 早期垄断因素给足够重视的 是最近出现了那个所谓新政经济学流派 就是布罗戴尔 沃兹斯坦他们这个流派 他们揭示了 即使是早期的资本家 也是大垄断资本家 下面带一小屁竞争性的资本家 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的理解 对西方世界的理解 可能从头就犯了一个错误 从头就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所以因此 布兰斯西方经济学家 他意识不到垄断的存在 意识不到垄断在经济上 做到垄断的存在的作用 马兹斯主义经济学家 其实也缺乏足够的重视 因为看不到垄断的作用 所以看不到阴谋的作用 这是内在神秘制的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去看到垄断的作用 不愿意去看到阴谋的作用 我们更愿意看到自由 平等 竞争 市场交换的作用 这个就是美国的价值观来起作用 叫民主 自由的价值观 因为垄断的存在的话 这个世界肯定又不平等 有竞争 无垄断 这个世界是平等的 这个世界是平等的 是自由的 那这个世界当然是很好的 如果这个世界是垄断的 有阴谋的 那这个世界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 我们的全部的经济学 甚至政治学 都是在掩盖这个真相 而不是揭开这个真相 为什么要掩盖这个真相呢 让所有人迷迷糊糊地以为 是机会是平等的 世界是美好的 然后让一波阴谋家 再从中翻圆覆语 把我们的钱洗光 这是一个很精巧的配合 陰谋的翻译 在方早上陰谋文化 域讨是个整体论 就是我们会注意到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 他们是在世界的顶峰在看问题 有些人或者在非常 比如说IT的顶额這些 在那个装作 它在涉及ITined未来的发展路径 它把IT的未来发展路径 设定好再发展之后 小钱是你的 有些人在设计 粮食产业的未来发展目击 设计好的之后 这个 粮价的翻运富裕 你的钱就被它洗光了 有些人是在设计 石油业操纵石油业 有些人可能在设计 炼油业 有些人可能在设计 速控机房业的 这个操纵目击 其实专利是干什么的 专利其实就是 系统的技术垄断 系统的技术阴谋 就在专利与 跟这一切 世界中真实的这一面 都被我们的 主流的经济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心理学 哲学 法学 都给验开了 所以在我看来 我们今天 社会院 北大 人大 当然也包括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 所有的社会科学 都不是伪科学 但是这个地方 很对不起啊 就是我这样意思 马克思主义 可能也没有认识 这个世界 这个 可能对明 比马克思认识的 还要更清水 我的话 但是我认为 也不是很清 这话进行说 其实我就跟 李昌平 这个先生 要有一番 这个 这个 不同意见 这个 他认为 这个 我们怎么样 搞合作社 团结起来 有更多人 是做合作社 合作社是在一个 整个世界体系的 底层 基础层面 但是英国 都发生在高层 实际上 你合作社的 这个底层啊 这个 你做得再好 可能上层的一个阴谋 可以把你全部打得泄化 这个 让我们去投资一个合作社 这当然 显得我们 因为合作社的时候 我们可以操作参议员 我们就比较有力量感 阴谋一出来之后 我们就变得很有力量感 说那怎么办呢 那这帮人 我们就拿他没办法 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团结起来 OK 可是那帮阴谋的人 他很有阴谋 会拆散的一个团结 满是希望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可是这帮阴谋论的人 或者是其实这帮 超乎世界的精英 他利用 无产者之间的 民族特征 国家特征 地域特征 技术所远不所远的特征 把全世界无产者 拆得七零八糟 你根本没法团结进来 只要报的是西方的这样一种 自由民族平等竞争的价值观 一定是阴谋论者操纵世界 阴谋者操纵世界 没有别的痕迹 不要打破这种格局 其实唯一的办法就是 刘洋刚才讲 就恐怕就要反思 这样一种自由平足民等 竞争的这种建筑体系 是不是合适 我们大概是只有说 更多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竞争实际上是 让我们生斗小米的老百姓竞争 垄断是那帮精英 那帮阴谋家 他们在玩的垄断 我们得要认识这个阵线 我们认识到竞争 其实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这我们才能真正谈解起来 这个我们要认识到 实际上 我们如果说 自私自利的家族观不变 那阴谋论者翻阴覆雨的土壤 就是极其丰厚肥沃的 它都是利用我们 自私自利的特性在干这个事 所以这个 我记得多年以前 美国那个新作评论的作词 叫佩尔安德森 他跑到读书杂志来做一个访问 当时再多的还有 王科皇帝他们这些人 这个佩尔安德森大概讲 中国跟美国当时的这个国际关系是这样 中国是那个duke 美国是那个king 美国是那个皇帝 我们是一个公爵 说说这么大 这他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 但我说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老百姓 对于中国已经 利从于美国这样一个king 我们已经成了他的duke 为什么那么多人 他不去认识 不去反思 不去揭露呢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了 其实帝国主义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 帝国主义的群众基础 实际上比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来得更好 为什么 帝国主义的群众基础来自 来自我们的这个自私自利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如果要有群众基础 一定是需要有 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这是 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 两个方面 就是想跟作为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 恩道尔这种书 真值得看 看完了之后 我们才知道 这老百姓的命令 其实 真的是操纵在 莫名其妙的一帮人手里 当然这帮人 绝不是简单的莫名其妙 只是他不让你看 知道吗 不让你去证实他 他中国那套 什么经济规律 政治规律 什么历史规律 把它遮蔽起来 遮蔽起来 不让你去发现 所以这一套就是 整个社会科学都在给 这个King 逢之那件皇帝的嫌疑 中国这一杆子是少翻了 无数社会科学家 第二个就是说 希望所以不单是 看恩道尔这种 这个著作 发现他里头各种较量 都真的故事 而且你要把这个故事延伸到 那个所谓基础理论领域 所谓这些故事都可以颠覆 基础理论领域里的 基本结论 看 这个 第三个当然就是 我是想说 新的家族观的这个建立 它也不是一早一期的事情 他要说快也快 其实你身体力行 严心一致 新家族观就有了 就怕是说 你说的是为人民福 这个做的是为人民币服务 这个就不好办 因为为人民服务 这种新家族观 我们今天的所有 政府大楼里头 还都挂着呢 是吧 这还是一个 听得起来很主流的家族观呢 但实际上 真正的这个大楼里头的人 都相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为人民币服务的那套东西 它主要是 在这地方是有的 前两天有个朋友跟我讲说 是不是这个 为人民服务 因为当初是我们 中国共产党提出来 他说这是一种政党伦理 我说错 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个普遍伦理 是个绝对伦理 这个它是超越政党 超越其实超越阶级 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 它都已经变成为人民币服务的 一个东西 它还要说为人民服务的 这个东西 因为它就是 我想讲 你总不好在 在所有的大楼上挂一牌子 为人民币服务 这个人家马上把地底楼给烧 知道吗 所以我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要复杂地去认识这个世界 人家是在玩阴谋 我们要有一群玩阳谋的人出来 也得谋 不谋不行 单靠群众团结起来 群众很容易被阴谋论打散 要群众团结起来 一定得出现一批 能团结群众的阳谋论者 我这东西有点精英味的色彩 我认为这个世界 大概没有精英是不可能 一定是有精英 它要害的是一帮善意的精英 还是一帮恶意的精英 今天就是 我们这个世界 统治这个世界 是一帮恶意的精英 是一帮自私自利的精英 对于这帮自私自利的精英 你怎么办 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不能说 那我要跟你平等 它没法平等 对于这帮自私自利的精英 只有一批大共无私的精英 就是他们 都叫他 打开他们 赞成他们 驾驭他们 这世界才可能 真正面对一个好社会 这个就是家族观的调整 我不认为说 一个平等 自由 竞争的世界 是一个真的没有精英的世界 它恰恰相反 它会让世界变得 强者越强 弱者越走 出现一群 玩世界人民命令 与攒骨之间的 一小撮一抹架 而这一小撮人 他还不对这个后果负责 过去如果我们说 中国帝马 操纵这个 我们人民的命令 那他至少我们 冤由头再有主 我们知道这是慈禧干的事 我们知道这是雍正干的事 冤由头再有主 今天的世界 有一小撮人就在操纵人民 六十亿人的命令 冤由头再有主 你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他们怎么干的 这个资本主义 就是这么一套体系 所以在我看来 我宁可接受一个 冤由头再有主的体系 我也不愿意接受 冤由头再有主 但真 你害了 他有连尸首都找不到的 这么一种体质 这个就是叫 资本主义制度 谢谢